各位同学大家好 同学们已经学会了绝对极致的求法之后 那么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应用问题 都是这一类型的问题 例如像是最佳化的问题 那么这一部分建议各位同学 可以多做一些练习 这样子学习上来说的话呢 会更加的扎实